看一看 你玩的 你要這樣 你要看哪一面 OK 看哪一面 對 你拿中一個球 我拿中一個球 Yea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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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我們 我們拍攝這支影片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要慶祝 我要知道 慶祝什麼呢 嗯 因為我們要慶祝 我們要慶祝 我們要慶祝 我們的youtube頻道 2000訂閱啦 上一次呢 我們就有說 我們要辦一個抽獎活動 然後我們要收集 喜歡我們的影片 常常有關注我們的影片的 網友們呢 可以留言選出 他們最喜歡 我們拍攝的那一部影片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来念一下 这几个月呢收到的这些网友的来信 然后之后呢就要抽出幸运的得奖的这个网友 我们在这个抽奖活动的这个期间呢 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呢这么踊跃的参加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念出大家用心写给我们的留言吧 然后首先要念出的第一位呢是丁航 丁航暗他留言说呢他最喜欢的影片是我们800万去走走的Vlog 第36集年年夏日的乐高乐园 他说他很喜欢我们在影片里面的互动 那他想起呢他小时候呢跟父亲相处的时光 他也说呢我们的音效还有弹出的字幕 都很有趣哦 我们设立这个YouTube频道最初最初最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我想要跟500万一起记录我们在成长中的这个过程 我们去过的地方 我们去哪里玩一起做的事情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这个频道呢会继续拍摄类似像这样的互动Vlog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哦 一定要每个礼拜新鲨来看我们的这个影片 OK来第二个就是 然后他说呢他说呢他很喜欢我们父子呢在影片里面的互动 然后他说你很懂事 然后他说你很幸福 而且你还是个二十四孝老爸 就是啊还好啦还OK啦 感谢成长 他说呢他最喜欢的影片呢是我们的 第五十四集的Vlog 这影片是我们去这个R&F Mall 参观这个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的这个快想展的 他说我们影片的这个画质呢跟背景音乐呢都安排得非常好 这个影片应该是我们开始用OSMO Pocket拍摄的这个影片 所以画质会比较好 然后这位呢他说呢他最喜欢的是我们八百万一起玩的一集 就是我们当时开箱这个我们新买的这个OSMO Pocket的影片 然后他说呢我们的影片很干净 干净 干净 讲解呢也很容易来 然后他说你很可爱 好再来 这位呢他也是很喜欢我们的OSMO Pocket的开箱的影片 然后他说呢感觉影片有很深沉的谈论这个产品 接下来这一位Tio Jia Hong他也说很喜欢就是上面这个影片 他说因为买了OSMO Pocket过后我们的影片 画质就开始变得比较好了 确实是这样 OK 再来这个是Li Ga Hong 他说呢 他说就是我很可爱 我很美 他说呢最喜欢我们的电玩步上升的系列 就玩玩game的那个影片 好可爱 今天影片是直播的 我们每次是在Facebook直播 然后过后呢我们会上载在YouTube频道 所以想要看我们玩游戏的直播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观众Facebook去留意 然后呢之后呢我们也会上载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OK 再来这位他说他喜欢我们那一部让人不想出门的酒店 这个是我们去 应该是去马六甲的一个影片 他说呢这个影片让他想起他婆婆跟他说他跟他妈妈旅行的时候都不去其他地方都要留在酒店里面 不过我们常常去旅行的时候会这样我们就会住那边酒店然后拿一个酒店开箱 来介绍一下酒店的设施啊服务啊之类的 然后喜欢的话也可以继续我们的这些影片咯 再来这位呢他喜欢我们 第35集的Vlog 我们喜欢Vlog 这个时候我们是去那个 你记得吗我们去Joho Zoo 我们去动物园的 他说他很喜欢这一部然后看到你他感触很多 因为长大了很少有机会呢跟父母一起去动物园 去动物园呢可以说是他以前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Hanker你是不是马来西亚人吗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有哪一个动物园你推荐的可以给他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也好久没有去动物园 距离上一次的影片那个应该是去年的影片 去年拍这个影片没有错了 我们去几天住了 所以你推荐哪一个地方的动物园好久我们就去拍了 我们可能可以跟你一起拍摄动物园的Vlog好不好 联络一下 然后再来是这位呢他喜欢我们上次开箱新手机的影片 就是那个Mac 20 这个 对就是这个现在用的这个手机 他说他因为自己超喜欢这一台手机 再来 这一位呢他也是喜欢这个开箱这个新手机的影片 他说这是一部很不错的影片 他说呢他参考我们对这个手机的看法跟开箱解读 我们接下来也希望会有新的一些器材可以开箱 这边就看有没有什么厂家 有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有没有要赞助我们一些器材 我们来开箱一下 入一个开箱的影片 好不好 这个工商可以配合一下 ok 这个他讲的有点长哦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念完出来 好 嗨我超级喜欢你们父子俩的影片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有一个陪他玩的父亲真的很幸福 可惜的是我今年才15岁 完全不知道父爱 因为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 所以看你们的影片 我有那么羡慕有爸爸陪伴的孩子 尤其是你们抓宝可梦的影片 看得出孩子非常享受在其中 小弟弟希望你会珍惜和爸爸的时间哦 蛮感动的他写的好多好多 这位网友呢他叫John 我想要跟John说呢 你也有在拍YouTube吗 你也是YouTuber吗 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啦 如果你是 我们很希望可以跟你有机会配合拍摄影片 如果你也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合作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 然后跟我们协调一下 不管是你来新山来罗洛夫州 或者是我们去你住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拍一支影片好不好 ok 接下来是 他的名字叫做粉丝我是你的 他说已订阅 最喜欢看你日常Vlog影片了 感谢支持 再来这位呢 他是Jinssen Jinssen他说呢 他最喜欢我们 第65集的吃饱喝足继续旅程版 的Vlog 这是我们去那个 在漫展THCC呢 住的那酒店呢 吃了一个早餐 就在那边拍了一个Vlog 然后他觉得我们的旅程很不错 吃的东西也很多 我们一路上每次都会吃很多东西 再来一个这个呢 是恩花布鲁 他说呢 特喜欢 订阅过签感谢记 你问我答Q&A的这个影片 哇这个是我们去年年尾 就是我们一千订阅的时候 办的那一个Q&A的影片 那影片的那个收视也蛮不错的 所以感谢大家 然后他说呢 小百万很可爱 小百万很可爱 我的名字不是叫小百万 一百万 五百万 他说呢小百万很多很可爱的小动作 然后看了问答影片更了解我们 感谢你们做好那么多影片 然后他说加油 所以我们会加油的 我们其实都有在留言你的影片 后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很远 我知道你的店应该是在 Ostin对吗 你的混沙摄影公司 我不知道啊 我好像有一次无意中有看到 但是你的店其实跟我们家没有很远 我们一直都很想要找机会呢 找你合作拍影片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两个频道的内容真的是 有点对不上 所以我也在想有什么 好玩的这个形式的 这个合作的影片 可以找你一起配合 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啊 所以感谢你今天的这个留言 然后我也希望之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你 可能我可以约你喝个茶先啊 是不是我们认识一下 真的没有见过你 感谢你今天的留言 非常谢谢 好啊今天我们就念完了 网友们寄来的这些留言 然后里面呢 都有很多鼓励的 鼓励的什么 鼓励的话 还有一些是觉得我们的影片 做的很有利益 我们也非常感谢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前进 接下来呢 我们拍的影片会更加的多样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找到 同样是喜欢拍摄Vlog啊 短片的你呢 跟我们一起配哦 我们一起来拍摄 可能 短剧 可能 小剧 我们来演个短剧 或者 微电影 或者是 真人秀 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们保持联系 然后看我们影片 我们影片是每个星期三 晚上八点固定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步 上线 影片到最后呢 再一次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然后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 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呢 去分享我们父子的生活 然后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就是把它精美的剪辑 过后呢 记录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电脑前的你 在看影片的你 可以继续呢 关注我们 除了我们的YouTube频道之外 我们有Instagram 还有Facebook的这个 Fam Patch 可以的话帮忙 订阅 最终 按赞 OK 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支持 2000订阅咯 谢谢咯 谢谢咯 2000订阅也没有理 没有理的话 今天就赶快订阅吧 拜拜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要验证 不不不不不不 OKOK OKOK 链接在这边吗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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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边看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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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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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